镜头转到荷兰 荷兰被称为是脚踏车比人还要多的国家 脚踏车的停车阁也常常一味难求 那么荷兰的第四大城乌特勒芝 为了解决交通优色空气污染的问题 在市中心就打造了全世界最大 一座三层楼高专属脚踏车的停车场 在路上悠闲的骑脚踏车 是荷兰最道地的风景 往后也不必担心没有地方停车 荷兰第四大城乌特勒芝 打造一座三层楼高的停车场 里面却没有半台机车或汽车 而是能停放一万两千台脚踏车 是全球最大的脚踏车停车场 这座脚踏车停车场 乍看有点像大卖场里的停车场 24小时全年无休 只要刷大众运输卡就能骑进停车场内的宽敞车道 地上清楚的箭头标志让来来去去的民众免于会车的烦恼 明亮空间让独自夜归的民众不必担心安全问题 还有标示清楚的电子看板 让每个区域的剩余车位一目了然 能容纳一万两千台单车的双层停车架 也有专门提供协力车等大型脚踏车停放的车位 一楼甚至还有兼修车店 应对故障等突发状况 这座专属脚踏车的停车场 赤资台币10.4亿 鼓励民众多多骑车减少空气污染 在荷兰中部大臣乌特勒芝 每天骑脚踏车通勤上班上课的民众高达12万5千人 时常导致交通拥塞 脚踏车的停车格更是一味难求 乌特勒芝当局干脆砸重金 打造全球最大的脚踏车停车场 不仅符合环保 也能让民众的生活更加便利 现有新编译